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一Q博士的環節 這個環節會為大家精選一場Q 大家無論膽拖穿雲甚至一膽三腳都可以留意 上次我們都算中了 算是挺好分 未說之前記得還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想每次都收到這些精選Q 由下角都要按四星龍珠 開啟訂閱鍵鍵 訂閱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立即帶大家看看今次我們精選Q又在哪 3T 場次當然有冷卻 不會經常開大Q 大Q有按碼線 快感準自己希望不會跑錯 升班也夠跑 九檔不用怕走三碟 中間減分減了很多高冬妮又來 時事滿意那些 加州得力 贏過兩分不是這個路程 但海外賽事他都已經可以一出即贏 即是說這些馬根本很有實力 高冬妮想先養熟 現在減九分接近平分身低 你看連續兩場都有第四 今次跑好一點點 我找霍宏星繼續跑 有機會可以贏馬 甚至乎入Q都可以 未必贏得快很準 但有能力 至於愛馬線表現飄忽一點 連續兩場都贏不到 怕鄭俊偉的馬其實不能保持 冷腳還可以駁兩隻 一膽四腳比較建議 安泰這隻馬是四歲英國馬 上次輸給樂門冠田的傳奇特別美麗 水準不高 不過唯一一隻可以在快步速追上來 估計這場步速都會快 不看追不追得切 只講追還有一隻比較實力 著燈應該好過安泰一點點 追倒實力派光連80 都輸條頸很近 這些就算是有實力的馬 其實蘇惠賢由贏直路1000轉去增程1200 你見到他的部署其實都很正確 菊草不適合跑就跑田草 田草走三跌外當不怕 輸條頸今次再跑過 有四檔 不過不是田泰安 應該不是鬼相生騎這隻吧 希望不用 好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一會兒篩選馬南俠再見 拜拜